台湾市黎山地区为台湾高海拔水蜜桃主要产区 目前正值水蜜桃产季 市府农业局利用周休假日 在太平马卡龙公园举办促销活动 推出每颗水蜜桃10元促销 每天限量300颗 民众只要穿着粉色衣服到场 还可免费兑换一颗水蜜桃 适应许多民众到场抢购 而近年两天 国农分别准备600多斤水蜜桃 顾美人潮也大排长龙 大约一小时就消瘦于空 眼前看不到镜头的排队人潮 全都是为了有着诱人的香气 与粉红色外观 一颗限量只要10元的梨山水蜜桃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来发放 10元一颗的水蜜桃了 来第一位好朋友 好辛苦了 以前来过 不错很好吃 口感很好吃 还不错啊 因为要不然不知道梨山会有水蜜桃 要不然平常没买过梨山的也不知道有 我觉得水蜜桃很甜 我喜欢吃水蜜桃 我喜欢吃水蜜桃 超爱 超爱 而且要连皮一起吃 对对对 很棒 而且台中的水蜜桃真的超赞 因为我们的全家六个人今天来 就是讲说今天有梨山的水蜜桃活动 所以我们每个人出都来吃水蜜桃 桃借爱马仕 精品蜜桃 饮离山 来 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水蜜桃喝的是水值全国最好的大甲西的水 所以我们水蜜桃因为有这样一个好的水值 所以它有非常高的一个品质 第二个是我们水蜜桃是长在海拔2000公尺的这个海拔 所以它的日夜温差非常的大 它受到每天10度的一个三温暖的洗礼了以后 我们水蜜桃不但香 而且它的纤维非常的细致 而且它的甜度非常的高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水蜜桃是非常的多汁 要行销精品级的梨山水蜜桃 特别运送下山 连续两天的行销活动 恐龙分别准备600多斤水蜜桃 现场购买人潮也大白长龙 大约一小时就销售一空 往路得知 还蛮喜欢的 觉得它暖暖的然后水也很多 还蛮甜的 凯米台风过后的话其实难免会受损 但是放心跟我们果农订购的 就是说假设你宅配也好 或是现场也好 你只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做更换 然后原则上我们的品种都是比较耐语的 所以说甜度啦口感上都还是OK的 舞台上只有姐姐带动小朋友们开心唱跳 两天活动让民众吸家带怨同乐 农业局表示 目前正值水蜜桃产季 不过受到梅雨及台风侵袭 今年水蜜桃产量锐 想要品尝香甜河口的梨山水蜜桃 民众得要把握8月中旬前的产期 透过实体与现场通路订购了 dropped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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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